大家好!欢迎来到MKR新闻频道!不要忘记订阅该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大戏将起目 50集叠战立作今晚登场,老戏古精湛演技撼动人心,剧迷巧手期盼 今年初,国内电视剧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凭借着口碑和故事质量的提升,再次赢得了观众的关注 繁华作为今年初的古装剧,一经播出便广受欢迎 紧随其后的悬疑剧第19层也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视觉盛宴 与此同时,《谜局破之深前》的上映日期也已公布,其引人瞩目的预告片在未播出前就已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关注,成为本年度首部备受瞩目的作品 据悉,新剧的主演是两位新生代明星,分别是诚意和影儿 除此之外,还有《诸如何中华》、《过东海》等资深明星的加盟,这样的阵容足以令所有人瞩目 成意在过去一年中凭借着《莲花楼》一炮而红,其扮演的李莲花更是被誉为经典 她的出色表现让观众为之动容,无数人感动流泪 尽管年纪尚小,但她的演技丝毫不逊色于任何人 而今年,她在古装和爱情题材之间游刃有余,众多导演都将她视为主角 而这次则是她首次尝试间谍题材 而女主角影则以轻力脱俗的形象示人 然而,多年来,她并未塑造出突出的角色形象,甚至连女主角的戏份都不多 尽管她的演技一直不错,但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而这部电视剧,则为她提供了展现自我才华的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诚意饰演的角色是云红参,而尔则饰演文木野 一个是间谍电影中的新人,另一个则是经验丰富的老戏骨 两者之间的化学反应令人期待 该剧的主线以长沙战役前夜为背景 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各方势力争相获取情报 云红参自愿冒险,成为许多年轻爱国者之一 在险恶环境中,她迅速成长,最终成为一名反情报人员 在一次任务中,她的亲人遭遇不幸 她不得不抑制情感,全身心投入到为国效力的事业中 她不仅是个人,更是时代的象征,代表了无数为民牺牲的前辈 而女性典型代表文叶明 在这个尚未完全开放思想的时代 女性涉足公众视野被视为大逆不道 文穆也是个逐渐坚定,正义感十足的人 她是主角的得力助手,两人家族关系密切 在这个充满邪恶的世界中 他们合作瓦解敌人的阴谋 不顾一切危险,深入敌营 将潜伏在其中的日军一网打尽 一场阴谋与正义的较量即将展开 千千万万的士兵将那些充满野心的少年培养成国家的支柱 这深深触动了所有观众 演员的选角无疑是正确的 这个故事更是最好的证明 一开始就让人无法自拔 渴望继续揭开其中的谜团 这才是谍战电影的精髓所在 与其他缺乏创意的作品相比 这部电视剧给观众带来更多思考 更加赏心悦目 总之,故事越接近现实 越能引起共鸣 毫无疑问 迷局破之身前是一部出色的谍战电视剧 情节的悬念设置让观众对其充满期待 迪丽热巴、刘宇宁等亮相推理盛宴儿 嘉宾阵容火爆引发期待 近日,备受瞩目的综艺节目 推理盛宴儿终于公布了嘉宾阵容 这一消息让众多粉丝欢呼雀跃 此次节目邀请了当下备受瞩目的明星、涵盖影视、音乐等多个领域的代表人物 将为观众呈现一场视听盛宴 领衔主演之一是备受瞩目的女演员迪丽热巴 她凭借着出色的演技和高颜值成为了众多粉丝心目中的偶像 此番受邀参加推理盛宴儿 必将为节目带来大量关注度和话题性 与此同时 实力派演员刘宇宁的加入更为节目增添了一抹幽默与趣味 她在荧幕前的出色表现备受赞誉 相信在推理游戏中也将有精彩的表现 除了这两位备受关注的演员外 新生代演员张灵鹤、白宇、周科宇也将携手加入本次推理盛宴儿 她们在影视作品中的出色表现赢得了观众好评 积累了大量粉丝 这次的合作将展现出更多的才华和魅力 相信她们的加入也将为节目增添不少看点 推理盛宴儿作为一档 以推理游戏为主题的综艺节目 此次的嘉宾阵容无疑为节目注入了新的活力 迪丽热巴、刘宇宁等明星的加盟将为观众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视听盛宴 期待着她们在节目中的精彩表现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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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